用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宣家的宣教 今天讲一部由陆阳指导张震刘诗诗主演的浪漫悬疑武侠剧《秀春刀》 明朝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执掌东朝,权势通天 霍乱天下长达八年之久 直到崇祯皇帝继位,方才一举清除了燕党 魏忠贤被发配前往凤阳守陵 其余燕党成员均作鸟兽之赞 随着而成为缉拿的对象 而我们的故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的 夜异常的寂静 陈大人的府内却人心惶惶 一个身穿飞鱼服,腰循袖穿刀的男人 带领手下,已然包围了府邸 陈大人身居高位,对锦衣卫的手段了然于心 可他做梦也想不到 厄运来得竟如此之快 短暂的抵抗,只能增加亲人的伤亡 面对那张冷酷而英俊的脸 陈大人屈服了 沈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 那个被叫做沈恋的锦衣卫头领 却将手中的长刀狠狠地插在 陈大人弟弟的右肩上 伴随着刀下那人疯狂地撕叫声 沈恋一字一顿地 交出烟党,徐显纯 陈大人的身体颓然倒地 自己收留徐显纯之事如此机密 他们却是何时知道的呢 他已来不及细想 望了望衣衫不整的夫人和女儿 耳听弟弟痛苦地哀嚎声 他无助地用手指了指西边的一个房间 可房中却空无一人 徐显纯已然逃脱了 沈恋并不着急 锦衣卫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抓人已不在话下 可他自己却有一件私事要办 沈恋俯身 在陈大人耳边低语道 帮我出一道教方寺熟人的文书 我便可让你撇清跟徐显纯的关系 自当保你全家平安 陈大人惊喜交加 急切切地问道 要熟的女子为谁 沈恋已然走到了门外 凄厉的冷风之中 传来那冰冷的声音 周妙同 夜空之中闪过两道金毛 沈恋知道 这是三弟静一川和大哥卢静兴 实施抓捕前的号跑 他对两位弟兄的本领相当有信心 徐显纯应该已经落网了吧 只是 抓捕燕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何上面选他三人来做呢 沈恋暗自担心着 很快与大哥三弟会合 而卢建兴的回答 却让沈恋对仕途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原来这三人一无背景 二无出身 且为人轻正 不懂官场史前攀附之道 偏右能力出众 积极进取 于是成为锦衣卫中的另类 三兄弟各有梦想 卢建兴祖上世代为官 他自小耳心目染 立志要达到父亲当年的位置 成为百户统领 光宗耀祖 沈恋却是心中苦练着教方司 才艺双全 性格高冷的周妙彤 正因如此 他成为唯一一个去青楼 只花钱不做事的奇男子 为了情爱 他可以为此放下一切 而三弟的真实身份 却是为江湖道侠 当年反杀了追杀自己的锦衣卫 为了永绝后患 他却剥下死者的衣衫 取了腰牌信物 拾起绣春刀 冒名静衣川 做了锦衣卫 可令他头疼的是 同门师兄丁修 对他的行踪 却了如指掌 便如前世的冤家一般 死死地将他铲住 天生这丁修武功极强 静衣川又有肺病在身 于是只能任他宰割 丁修便如猫抓老鼠一般 时不时地现身勒索 看到师弟愤怒而痛苦的神情 丁修的内心 方才略有一丝快感 很显然 他并非只为了钱 一想到师父 对这个俊朗的小师弟 特殊的关爱 丁修的怒火 便会燃及全身 师父爱的人本应是我 这个废老鬼 只配去死 不受待见的三兄弟 很快又接到了 来自新任东厂提督 赵敬忠的任务 而这次行动 将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原来 这赵敬忠当初乃是魏忠贤义子 如今被提拔到药尾 自然要洗尽自己的出身 魏忠贤不死 他怎会安心 同时 他也看透了新皇帝崇祯 跟他有同样的心思 如此一来 便可名正言顺下手 只需从锦衣魏忠 找出几个没背景的替死鬼 事成之后 再将这几人杀掉灭口即可 沈恋三人自被选中的那一刻起 在赵敬忠的眼中 便已经是三个死人了 魏忠贤的临时釜底外 布满了清兵护卫 虽然他已丧失了权力 可树大根深 势力依旧不容小觑 沈恋情知前方危险重重 于是便准备发出响剑 约人前来相助 可卢建兴却按住他双手低声道 机会难得 若能杀死魏忠贤 其功足可让你我平步清云 两位贤弟 敢不敢同我一起 取此富贵呢 沈恋深知大哥 对近身百户只是失落已久 毕竟兄弟情深 前方即便刀伤火害也顾不得了 三人飘然入院 魏辅守卫 自是层层将他们围住 战斗惨烈一场 大雨滂沱 却丝毫不影响院中 这些亡命徒的拼杀力度 沈恋便如一只丛林中的猎豹 身形矫健 动作如风 突地寻到一个破绽 挟刺几刀 砍倒二人 随即冲开血路 跨过楼街 飞升上楼 推开了主犯的房门 魏忠贤就站在对面 这个曾经把持朝政八年的 巨奸大鳄 此刻却毫无慌乱之相 面对入侵者不自然地干笑了几声道 沈统领 别着急动手 想清楚 你们杀了我 我的徒子徒孙 以后会放过你们吗 沈恋不禁变色道 你认识我 魏忠贤得意地扬起手道 砸家统领东朝 也有些时日了 你们锦衣卫上至指挥时 下至七平总旗 哪张脸我不熟悉呢 我这里有黄金三百两 足够你们三人下半生随意用动 就买我一条命 如何呢 见沈恋不答话 于是继续道 其实从你们接到命令开始 杀不杀我 你等都难活命 还不如搏上一把 新皇帝要的是我的钱 你烧了我替身 我将财富交于你拿回复命 如此两相平安 这买卖 你们不亏的 屋外依旧杀得惨烈 突然楼顶的沈恋 一声高叫 阉挡首领魏忠贤已死 余下人等还不速速离去 火蛇飞舞 将沈恋的面容 映得忽明忽暗 没人能在这样的伙事中逃生 院中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那绵绵秋雨 无情地润透了每个人的身体 当新任内阁首府寒曠 看到了那却面目全非的烧尸时 不由生出了疑惑 仅凭义服腰牌 如何能证明死者便是魏忠贤 而义旁协助办案的东厂厂都 赵敬忠 却凭借当初对义父的了解 先一步知晓了内情 不由暗自惊慌 看来 这三个不起眼的手下 竟敢私自做了这么大的决定 他自懂得其中厉害 于是放出暗号 秘密地会见了魏忠贤 老辣的魏淹 对义子的心思 自是了如之掌 当下轻蔑地笑道 是你想让我死才对吧 若不除我 你那场都 又怎么做得稳 赵敬忠慌忙贵道 口中只是叫着不敢 魏忠贤依旧不紧不慢道 要么你放弃前程 跟着我一起去北方 要么 你替我杀死审恋他们几个 如此 我便带着这个秘密 永远消失在中原 选一个吧 你已经没有第三条课走了 沈恋很忙碌 回到京城 换下功夫后 第一时间 便来到教方司 她的心中 只有周妙童 眼前的水早已干了 屋内也燃起了第二炷香 可妙童依旧没出来接客 透过树道房门 沈恋依稀便看到恋人的身影 曾经冷落冰山的她 此刻却热烈如火地和一位华裔公子相拥在一起 妙童的每一句轻语 在沈恋听来都如雷鸣 风月女子却也情深 只不过她爱的那人却不是我 沈恋伤心不已 眼见那一对碧人一一惜别 方才尽量克制住情绪 对款款而来的妙童道 过几日 魂书下来 我便将你赎出 你我同去苏州 自也逍遥快活 妙童抢作笑颜道 即便你走通了关甲 却也没那么多钱替我赎身 可这次 沈恋却自信地抬起了头 妙童心下一阵 朱斑滋味涌上心间 她恨不得立刻离开这个地方 只可惜 赎自己出去的 不是严家光子 冰雪聪明的妙童 自然知道沈恋对自己的感情 然而自从她十二岁 被锦衣卫抄家后 送进教方寺 心中对那身分鱼服 便产生了莫名的恐惧 她屈意奉承沈恋 并非出自情爱 而是来自心底的颤抖 让她不得不如此而已 静衣川也很忙碌 之前 她便结识了一家医馆的姑娘 由于有费劳 她经常去那里求医 十日一久 与那女子 却也滋生出了万般情愫 只等待诸事安定后 便可下聘迎娶 这一日 兄弟三人相聚一处 正在灯下促膝交谈 忽然屋顶发出了极其细微的享受 三人立刻警觉 急超了兵刃 奔出屋外 屋顶内人反应也自迅速 早一步飘升而下 奔向了墙头 审恋跨步飞驰 急行间调准了弩剑的角度 须得近处 抬手射出 剑如流星 郑重那人守备 刺客伸手着实了得 疼痛间 翻身过墙 扭动身形 便去得远了 卢建兴和静一川 自以为是魏忠贤的门人 前来魏主报仇 于是加紧了防范 而沈恋却心中暗暗叫苦 他情之未焉未死 那么这个刺客 又会是谁呢 赵静忠在内室里 咬着牙 拔去了剑头 看来这几个人果然难缠 若想除之 还须置去 赵静忠处理好伤口后 即刻招心腹张英前来听命 拙令张英捉拿燕党 颜佩为 这颜佩为 乃金刀门入室弟子 平素与江湖豪杰交往生命 可与那燕党 却毫无瓜葛 面对迫害 燕家怎能坐以待毙 张英却安排了 沈恋三人搬离此案 卢建兴立功兴歇 平日里 又走了张英这条门路 自是一往无前 当先进入燕府 沈恋和静忠川只好跟了 却见颜家厅内 前来筑权的同门 早关闭了大门 一个个凶神恶煞般 抽刀怒目而逝 沈恋目光犀利 但见颜佩为身后 紧跟着一名华裔公子 便是在教方司 与庙童相拥之人 原来 他一直练着的 便是颜家公子 颜佩为不敢公然 与官府对抗 于是以目光震慑住 没人后 上前与卢见心分辨 见心见状 略意拱手道 我相信颜老爷子 绝非焉挡 但官命在神 还请颜老 同去俯司讲明 则黑白自清 颜佩为身以为然 正欲同行 却有一只冷剑 自远处袭来 一剑穿心 尸身倒地 颜公子一声长笑 率门徒杀下三兄弟 审恋暗交不好 抽刀砍倒几人 向后退去 可大门却被人在外封了 又怎能打得开 赵静忠躲在角落的暖叫之中 耳听颜佩内杀声震天 这颗心方才落地 不会有人能在数十名 恶徒的刀下生还的 他已经急不可耐地 等待着把这个消息 交换给魏忠贤 又过两久 院中的厮杀声渐渐平息了 张英紧张地 向暖叫那边望去 在得到上级暗示后 方才命令手下重开了大门 伴随着歌吱吱的门轴声 几道灰暗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面前 卢健兴等三兄弟 周身是血 艰难地相扶而立 而颜公子却断了一臂 眼神呆滞地 跟随在审恋的身旁 这是一场残酷的血战 几个人好似从地狱中走来 张英不禁连打了几个冷战 再看暖叫时 却见教练已落 很显然 主子已经准备回府了